哈囉 大家好 我是瓶 又回到我們第五人格的遊戲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呢 不爬排位喔 因為今天的話呢 好像最近有兩隻角色 有做一個重置或是改正喔 那所以基本上原本想要用這兩隻角色 來邊爬排位邊跟大家介紹 但是呢 這兩隻角色的話 好像目前已經沒有辦法在排位裡面使用 要五天之後才可以在排位上面使用喔 那這一次的話 改版的兩隻角色是祭司跟牛仔啦 所以這邊大家看 五天後才可以在排位上使用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牛仔也是喔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開一下一般場來看一下 我們牛仔跟我們的祭司 到底改了哪些東西 好 那這邊的話 哲平稍微的看了一下介紹 有看到一些比較新的東西啦 這邊的話祭司的話 長按使用按鍵祭司 可發起持續數秒的呼喚喔 被呼喚的隊友回應後呢 祭司耗費一段時間 可在彼此間開闢通道 那此通道呢 不可通向被污染的土壤或區域 可被監管者摧毀 所以基本上就是長按這個門之要的話 可以呼喚一些隊友 那呼喚的隊友的話呢 在我們之間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通道喔 那這個應該是我們更新的新東西啦 因為像銀路的話 或是我們微星啦 或是後面一些神佑的話 好像都沒有變甚麼樣子 那 這個門之要的話 好像就是按住了一些新的功能 那待會我們來看看 它實際上的一些用法 到底是要怎麼使用 或是有甚麼其他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一些使用方法喔 好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我們祭司喔 那這一場的話 來到的是我們聖心醫院啦 那祭司的話呢 通常我們 喔 這邊的話 好像一開始就給我們了一個就是那個齒輪耶 所以還算不錯喔 那這邊的話 左下角就是在我們齒輪的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就是 冷卻鐘 那不知道那個是甚麼意思喔 這邊的話 我們一開始就被監管者給看到 這邊的話是我們的那個約瑟湖 那這邊的話呢 左下角有一個冷卻鐘 我們等它冷卻鐘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是不是能夠呼喚 還是幹甚麼東西喔 這邊的話就先跟我們醫生 一起來修這台機吧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就是有一些新的改版的東西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這邊的話 好像是 直接就是走開了 好 那呼喚的那個地方 直接消失之後呢 我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甚麼事情喔 那這的話 我們長按看看 來看一下能不能 呼喚就是我們的那個隊友 然後讓一下 我們隊友能不能直接 就跟我們直接建立一個通道 當前鏡頭沒辦法 好 這邊的話我們看一下 當前鏡頭朝向沒辦法的地方 對 那沒有辦法欸 所以他在呼喚的話 不太知道到底該怎麼使用喔 好 我們直接在這邊 收到一個傳送門 那應該是要就是看附近有沒有隊友的感覺喔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附近的人 我們待會去找一個人來試試看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在他面前這樣子 還是沒有 我看一下啊 我要呼喚啊 欸 感覺按不太出來欸 沒有呼喚到隊友的感覺 好 看不太懂 還是其實 我們按住 喔 有有有 我們要對著那個牆壁 然後呼喚隊友中 這樣的話呢 呼喚到隊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通道這樣的感覺喔 有嗎 有成功呼喚到隊友嗎 還是其實 我們那隻隊友就是醫生 然後他直接掛了 好 那我們靠著牆壁按住之後呢 是可以按出我們那個呼喚隊友的形態 那下一次要呼喚的話 好像是要等 一百四十秒的感覺喔 所以沒有那麼的簡短喔 那應該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在牆壁那邊 直接對隊友直接造成一個 就是比較好的一個通道的感覺 就是可以直接讓他逃離那邊的感覺啦 所以就是直接一個 遠端的控制一個通道的感覺喔 那感覺應該蠻好玩的 就是可以幫助隊友來做一些逃脫的感覺 好 那我們剛剛的話呢 是有看到就是一個新的呼喚功能喔 但是沒有實際看看就是他的作用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再來測試一下看看 基本上如果你要呼喚隊友的話 還是要就是靠近我們牆壁 就是有點像是放我們那個傳送洞的那種感覺一樣喔 那一開始的話呢 現在改版的祭司好像一開始就有給你一個傳送洞 所以還不錯 哇塞 兩隻仙之鳥還真吵阿 哇 哇 你不要鬧了吧 怎麼每次都是我阿 哇 他這邊好像是要佛的感覺喔 他在轉圈圈耶 你是要佛還是不佛阿 我感覺你好像要佛又不佛的感覺 沒有沒有 他在打我 他沒有要佛 那他在轉圈圈轉是甚麼東西阿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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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別鬧了 太太 沒有時間跟你玩阿 太太 先傳走 先傳走 哎呦呦呦呦 好險 一個好險 這邊的話幫忙溜一下喔 可是我是還蠻想要測試一下就是能不能用呼喚的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一開始的呼喚的話也是會有倒數秒鐘的 那這邊的話是順利的倒數掉了 倒數掉之後呢 我們待會的話就可以按住我們門字要來看一下 甚麼是呼喚 那剛剛感覺的呼喚應該就是看有沒有隊友回應啦 如果有隊友回應的話 應該是可以就是在我們這之間 建造一個比較長的傳送洞的感覺喔 應該是 那應該就可以更好的一些協助救人的感覺啦 目前來說的話祭司應該就是這樣子 但是呢 大家要穿過我們那個門字要的時候 好像會有一些殘影的感覺 所以會被我們監管者打到的話 還是會受傷的 所以這點要比較小心 要比較注意一點點囉 好 那剛剛那隻紅蝶感覺 應該是要佛的感覺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一個人都還沒有受傷 所以感覺應該就是要佛的感覺 那他應該是故意沒打到我了吧 哼 還是他其實就是想要嚇我 哼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先來把我們教堂中央這台機器 先給他修好一下喔 目前大家都沒出事 感覺紅蝶應該是想要放生我們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順利也修好一台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那個呼喚功能好了 這邊應該可以 按住之後呢 呼喚隊友 那應該要等隊友回應啦 對對對對 這邊應該是有隊友回應了 回應之後呢 這邊就順利的可以就是 通到那邊去的感覺 我了解了 那真的是有點很好玩耶 難怪要就是冷卻一百四十幾秒 這可以穿超遠的耶 我的天啊 這 這可以穿超遠的耶 我的天啊 但是應該就是有這種特殊眼睛的符號的傳送門 應該就是穿過去的時候會有殘影喔 所以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那 也太猛了吧 這 一次元穿越空間耶 真的是很厲害耶 真的還蠻猛的這個新的祭司改動 難怪一開始不讓我們那個喔 一開始不讓我們就是 能夠就是 在我們牌位上面使用 因為能夠用的話呢 我們監管者應該也會懵逼吧 我覺得喔 是不是太厲害了這個東西 好 那剛剛那個的話呢 我們剛剛就是中間不是 一度出現我們那個傳送門的符號 那個應該就是我們祭司 另外一個祭司在呼喚了啦 那這邊的話呢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啦 這邊的話我們先是被我們紅蝶打倒在地了 其實根本就不知道這 紅蝶到底是不是要放人的感覺 完全不知道 不過我們就從另外一個門開始吧 好 這邊先放一下 喔 他來了 居然在這裡 喔 他是一個在空中啦 我的天啊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把門打開 好像沒有開到門 好 沒關係 他應該是去追別人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門囉 那其實這個的話呢 祭司的話就可以到 開門之前就是幫忙開一個那個就是 傳送門耶 那如果有人呼喚的話 就可以更好的把人家直接拉過來 但其實真的還蠻厲害的感覺喔 喔唷 哇 這邊我們還是被打倒了 快走吧 我已經看到祭司的新功能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大家快走吧 那目前來說感覺祭司之後在排位賽 或是其他一些用途的話 應該會蠻好玩的 因為他現在的話呢 就是可以只用一個就是 遠距離的一個就是讓大家直接 就是傳過來一個方法喔 所以到時候就是開門開完之後呢 大家只要能夠呼喚我們祭司的話 那個傳送門 絕對是可以直接讓大家直接通到我們那個 逃脫不准門的那邊喔 其實會非常厲害的感覺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新功能的話應該是這個啦 因為像我們之前的話 如果套中隊友的話 是可以把他救回到我們自己背上 那如果套中監管者的話 我們是會向他飛過去 那這一次的話不一樣的就是 套中我們監管者的話呢 會向我們監管者的頭頂要過喔 就會跳到監管者中心的反方向的位置 就是可以利用監管者來做一個 大要逃脫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應該就是這一次新增的東西的感覺喔 那其他的話 就跟我們之前都差不多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所以今天的話呢 應該就要去找一下我們監管者 看一下能不能背過他的頭頂喔 那感覺這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牛仔這一次改動的一個東西 好 那我們這場的話呢 就當一個自殺突擊部隊了喔 我們待會的話呢 就先去找我們監管者 然後去套一下監管者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 直接從他頭頂要過去喔 那感覺這樣的話呢 牛仔的那個逃脫能力 就會再變高一點點的感覺喔 這兩隻角色目前來說的話 一個改動其實我覺得都非常有趣啦 尤其是我們祭司的那個傳送陣 絕對可以在我們賽場上 直接用到一個不錯的一個感覺喔 就是可以幫大家就是直接逃脫的感覺 好 那目前來說還沒有遇到監管者的話呢 我們還是做一個乖乖的小男孩 我們來先修機好了 不然這樣的話 隊友可能會被我們害慘喔 那如果看到我們監管者的時候呢 我們再拋出我們的省神 看一下能不能飛越他的頭頂喔 好 那這場的話呢 是我們的黃衣機組啦 那看來是有得是囉 這邊的話調香師是已經被我們黃衣之助給打到了 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 然後繼續進行一下我們破衣動作 那這台破衣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去找一下我們那個黃衣之助 看一下能不能 越過他的頭頂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調香師是上椅子的 然後我們的黃衣之助是過來的 那我們看一下喔 好 欸 是可以越過去的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就是趁機一個逃脫耶 感覺是滿好玩的喔 就是一個大藥越逃脫的感覺 那我們再逃一次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可以直接再逃脫一波了 滿好玩的 就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一直在玩我們監管者喔 真的是還滿好玩的感覺喔 再逃一次 啊 可是被抓到了 所以 越來越當監管者就是看我們 就是勾繩子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朝向另外一個地方回擊 那我們牛仔就會被打落嘛 那 真的還滿好玩的這個功能 就是 如果一開始我們監管者不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然後逃到他後面 那或者是我們有一些監管者 就是看不到的地方啊 我們可以直接勾他 然後直接掉到另外的地方 然後再躲起來 應該就可以更好的就是 用一些遛鬼的方式了喔 那其實真的還滿好玩的 我覺得牛仔的話 這樣機動性會變得更高一點點了喔 那這邊的話 可能要比較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的那個繩子啊 不是永久的一個物品喔 基本上他是會消耗的 所以 如果你用太多次的話 基本上還是會讓你就是 消耗到不能再用喔 那這樣的話 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其他隊友 三隻都已經受傷了 這場如果要贏的話呢 感覺也沒有那麼的簡單囉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已經破譯好兩台了 所以地窖是已經更新了 所以 這場的話 應該也可以考慮去找一下我們的地窖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 傭兵也感覺一定要死了 然後剩下律師一隻在破譯喔 那目前來說 我們也是生復了傷的感覺啦 所以也沒有那麼的好感覺 會逃脫的感覺 所以這邊的話 建議律師趕快去找一下我們的地窖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 進我們的綿箔之地看一下 能不能幫忙協助修一下我們基台喔 哇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黃衣之組是準備要過來的感覺喔 好 過來了 哇 這邊的話直接 沒辦法出神直接被打死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律師能不能順利去救我們的傭兵 如果救下來的話呢 那其實還算不錯喔 好 這邊的話呢 律師順利救下我們傭兵了 那看一下能不能幫我們傭兵呼呼一下 那這場其實我玩到了 吊監管者其實我就已經心滿意 我已經可以 就是去 入土為安了 好 那我們這隻黃衣之組的話 他不是守司派的 所以他會到處繞來繞去喔 其實這樣的話也是不錯 因為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讓大家就是一直就是上椅子 然後就是每上一次椅子的話呢 就可以增加一次負擔 因為 上三次椅子的話 基本上一個人就直接死亡喔 所以也不會那麼的困難 好 我們這邊喔 律師要準備來救我們了 但是呢 這邊直接被一個抽到 啊 這邊很可惜 抽到之後呢 還沒有救到我們的話呢 那這邊應該是不太可能要救我們了 這邊的話 直接死在我們面前啦 那這場的話呢 很有可能是 用兵去跳一個地窖的感覺喔 好 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走一步啦 啊 可惜了喔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 我們祭司跟我們牛仔的一些小改動喔 其實我覺得這個小改動的話 就變得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其實在我們賽場上的話 一定可以就是好好活用這些功能喔 祭司的話是能夠就是 呼喚隊友然後建立一個超遠超遠的傳送門 那我們牛仔的話呢 是可以直接越過我們的那個監管者喔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一些小技巧喔 那如果還有哲平沒有介紹一些改版的新東西的話 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就喜歡 就喜歡哲平頻道的開啟訂閱喔 按一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